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点加入星电视YouTube会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尚观察》 最近在网上 在不少YouTube上面 都见到不少留言 都很值得和大家讨论 不过时间太过充足 所以决定都是下星期 再做这个留言的分析 如果大家这段时间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也都非常欢迎大家 会在这个评论里留下你的留言 好了 去回今天的正题 就要谈谈两种茶杯里的风波 其中第一个是直播 最近中国的直播行业出了几件事 其中两宗表面上是很少的事情 但背后都反映着目前直播带火 可以说是一个无秩序的商业运作圈 而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巨无霸的体量 所以拥有庞大的影响力 所以要更加小心地看待 第一宗是欧莱雅事件 即是法国的著名化妆品牌 在今年双十一的直播中 李佳琦和梅雅两个 在直播中的顶楼都卖了欧莱雅的安平面膜 折扣之后的429元的价格 比欧莱雅宣传全年最大力度 但网上很快就有网友放出截图 说在欧莱雅的天猫旗舰店 如果用一个优惠券 能最低用到258元就可以买到 也即是居然更便宜到171元 虽然直播已不能再用最低价来宣传 但网民自然认为直播界的天皇天后肯定有价格保障 所以买贵的消费者立即到直播间投诉 李佳琦和梅雅见到因为影响大局 随时影响之后的销售 于是还未等到欧莱雅的解决方案 就在11月17日晚上发出声明 暂停与欧莱雅官方旗舰店的合作 并且要求对方在24小时内提出一个方案 对于李佳琦来说 这事件可能还有一些特别之处 就在她直播前投身的彩装司行业 由担任欧莱雅的门面销售工作开始 但欧莱雅反应很快 她在18日凌晨迅速发出声明 说因为双11速销机制太过繁琐、复杂 所以令消费者带来困料 并且为此表示协议 并且对当日晚上向受影响的消费者 以優惠券做补偿 并且自动成为金卡会员 试图缓解事件的影响 但这事件仍然引起相当大量讨论 更有评论怀疑欧莱雅变相 装了这两个顶级主播的弹弓 是否因为欧莱雅本身是一个大品牌 掌握着产品也有其他渠道 所以试图趁这个机会降低量的直播主 对销售渠道的影响 另一方面令人想到这些顶级主播 除了等同像Costco搞什么保证低价之外 是否已没有其他吸引力 直播带货对目前的电商平台 到底又有多大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1年7月至9月 网上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 总共3.07万亿 对应去年同期增长大概7% 这个增加速度和去年同期比较 其实有所放缓 但这也是电商平台面临现实情况 但电商大盘虽然增速放缓 但直播电商表现依然突出 根据分析报告 2020年中国在直播电商市场的规模 已经去到1.2万亿元 而2021年上半年直播交易额 更加到1.09万亿 今年全年肯定可以突破2万亿 即直播已占整个电商的六分之一 超过15% 而淘宝快手抖音 作为直播电商主交流平台 也将宣传力量放在直播模式上 所以对电商销售贡献逐年提升 而平台交易金额可以实现快速增长 今年淘宝早在10月20日 搞了双11预售日 长期占据直播主头两位的李佳琦和梅亚 分别完成了106.53亿和82.52亿的销售额 两人一日的成交项超过189亿元 即30亿美金 有财经分析 rule 2020年中国汇约上市的4,000多間公司 只有403间的營收超过180亿元 也就是李佳琦和梅亚两人 这次合计贷单日的金额 超过了九成上市公司的營收 在2021年新财富500的富人榜上 36岁的梅亚夫妇亦以90亿身家 卫列第490名 女团的小歌星出道几年有此成绩 非常大的收获 根据上市公司的招股书 披露了与直播主有关的协议细节 如梅亚和床上用品公司梦结股份的协议 在过去2年与2019年与2020年的佣金率分别是22%和26% 就算以下限的20%比较 扣除了平台和营运中介 收入都差不多占成销售项的14% 当然背后还要考虑团队 以及退货后的销售项下降等因素 但最少这两个人的收入都非常可观 不过在准备分析直播大货量例背后的问题前 我们先看第二宗涂税事件 11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 杭州市税务局的网站发布消息 说网络主播朱晨卫通常用的名字是雪梨 和林珊珊因为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 加收制纳金并处罚 总数高达6500多万 杭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 发现朱晨卫和林珊珊两个网络主播涉嫌偷逃税款 他们两个人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 通过在上海、往西和江西等地设立个人的独资企业 虚购业务 然后将他们的个人收入和牢牧报酬得到的 转变成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 从而可以减低他们要缴付的所得税款 事实上网红主播涂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过去经常出现也会爆出同类案件 但税务总局高调打击两个都相对属顶流的主播 显然要敲打业内营运的歪风 在相关公布中提到他们的收入数额 分别是8,450万和4,200万 这个数既然是税务局计出来 肯定都相当准确 而其中雪梨在早前提到的 双十一预售首日的直播销售额 虽然排名第三 而且平日的销售额也和资上的两个顶流 李佳琪和梅雅都相对接近 不过去到大时大截 更重视价格和流量时 顶流和资顶流的销售额相差甚远 如雪梨的销售额不足李佳琪的十分之一 只有9.3亿元 由这种相对可以说断层式的差异 亦都可以反映出直播顶流的李佳琪和梅雅 他们的个人收入的确是数以一计 但从这些相关事件中 直播市场仍然有严重的阴暗面 直播大货亦反映了电商平台的演变 从过往单纯的销售渠道 去到发展成广告出售推介的所谓坑位 又开始透过评论和试用 形成了所谓App主 即网红 然后直接把直播主向下游构上销售团队 又向上游与一些品牌和名利场结合 可以说慢慢将游代言人去到大货分涌 某种程度 这种产品推介方式等同大卖场 买版融入影视圈的见风洗堂 说得融续些 尤其等如大明星在超级市场搞试食 买三包送一包 只是因为现在世界的网络平台 发展得太大也太有效了 所以才出现这么大影响力 但这些事件发映了直播大货 因为缺乏足够的沉淀 很明显行业发展完全没有秩序 当市场变得这么巨大 又不知如何制定规则时 就成为直播主背后的企业 电商平台和品牌商户角力的斗售场 由于直播大货的确是全新的销售方式 而表面上参与直播的门槛也很低 如中国在扶贫工程上 有不少偏远乡镇的扶贫部队 经常利用直播大货 推广当地的土特产 私曹打开电商销售渠道 但直播成效也如影视圈 形成龐大的断层 到2020年底 在中国直播行业相关公司有8,800多间 行内的主播从业人数更加有123万人 但5月发表了一个中国直播行业发表报告 当中显示大部分主播的工资 每个月只有3,000至5,000元 而直播的采介行为制造了另一种风险 就是低俗的行为传播了更多不良的氛围 逐渐甚至演变犯罪活动 如贩卫色情和金融诈骗等 而网友的倾向和起控 亦令直播活动更复杂 在10月底有一个网红在直播时 因为网友的起控 直接吃了农药自杀死亡 死后还传闻被调换用作冥婚 虽然这是个别事件 但这些网上的虚拟社会 在配上更加有迷惑力和想像空间的 所谓《元宇宙》之后 被人看到的更多是阴暗和危险 我是库岸强 休息回来 继续大家视视观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